今晚的歌曲獎給我這位朋友 以阿樂這位歌手 懂不懂唱歌的歌嗎? 當然懂啦 我們考上春華榮吧 對呀,不如考你 不要這樣啦 我當然懂唱歌 但是我覺得很開心 替他很開心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勤力的一位歌手 對香港樂壇非常有貢獻 尤其是他自己做了一個舞台劇 他也是非常有創意 我覺得Alex跟我們今晚金針獎的得主有一個共通點 他真的是姓張 沒錯 其實我們平日細心觀察他 無論在任何場合、任何地方、任何時辰 演繹任何的一首歌 他們都是全程投入的 從他們的眼神可以感受到 是非常喜歡自己的歌 然後才會令那首歌動人 不如這個時候我們一起叫他的名字 請他出來好不好 張學友 張學友 今年金針獎的主 嘩 嘩 再一次繼續你們的掌聲 好唱 張學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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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針獎得主 斯文針獎得主 再一個勇武 真難得 你替了一個女兒給我 你為什麼要做那麼多事 拿那麼多錢 拼了我 在這裏我想多謝港台 替不替啊 替不替啊 那女兒替給我 公書教學女子 立刻答應 立刻答應 我不敢拿主意 不… 先說話… 對不起… 在這裏我想多謝港台 就是啦 那… 在我… 剛剛知道我… 會… 有機會拿這個金針獎的時候 我… 我第一個問題 好像陳可傑剛才跟我說那樣 不是吧 給我 我還沒退休喔 我…我沒說不拿獎喔 還給我 真是 那後來我翻查了 香港電話紀錄 原來他沒說過 我… 說這個獎一定是頒給一些… 退休… 或者… 不拿獎的人的 所以呢… 說得好 所以… 很對不起呀 不好意思 我知道這個獎是頒給一些… 嗯…我應該拿這樣 我們會繼續支持你 我們會繼續支持你 希望呢唱學友呢 就好似阿Lessy一樣 在浪樂壇上面 越戰越勇 我還要在這裏 多謝我家人 因為… 我唱歌直接影響到我爸爸媽媽 好… 好…